赛道级SUV奇瑞凌云S 准心二手车能卖多少钱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唐主 前段时间教主因为被网络喷的三句话激怒 四处借钱花了18万6 喜提了一台奇瑞凌云S 节目做完了车也该卖了 教主却犯愁了 因为他原以为这车最起码能原价秒出 毕竟当初在网上有一大波奇瑞精神粉丝疯狂吹捧 说这凌云S性能如何强大 圈速如何飞快 造车如何良性 但万万没想到 等教主真要卖车的时候 这些人却一个都不见了 说好的奇瑞铁粉呢 万般无奈之下 教主只能把车放我店里寄售 而教主当初的债主之一 低传中年李伟龙 一听说教主把车放我店里了 立马飞奔了过来 那么你们觉得李伟龙来我店里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是真的关心教主能不能及时把车卖出去 还是仅仅只是关心他借出去的八万块钱 能不能及时收回来 发个弹幕分析一步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资本家丑陋的嘴脸吧 你就卖没卖出去 没呢哪那么快 不是这怎么能不快 不应该是对吧 分支踏来 这魔剑接着 我跟你说那个昨天发完微博之后 问的人都没有 那是你能力不行对吧 这么好的一台车对不对 我觉得肯定是大环境的问题 大环境 你不要老赖大环境 要不然这样你把车先买了对吧 你这么多车对吧 不差这一辆你把它买了 主要是我不能夺教主所爱 他已经不爱了 你就说你多少钱能卖 你要问我我八五个钱就卖对吧 咱俩现在就刷卡 问题是我不能对不起教主 是吧 他孩子也不容易 而且最主要是我如果八五个钱就把这车卖了 这厂家连我哪放对不对 也对不起陶峰飞老师 对吧 人家一声光明磊落的 这个车对吧 不能见卖 我可以 我受点委屈没关系 那不能让陶老师受委屈 对吧 你不能让中国品牌受委屈 是吧 你受点委屈 18万收了 不是挺好吗 对不对 这个时候就要转变一下思路 对吧 你就不要卖网友 对吧 咱去卖实体 谁认识卤超 谁看节目 对不对 对你就去这种 这种市场 那谁认识卤超是谁 对吧 有道理 对不对 他们肯定认识你 不是 我一会把一车的功夫给取了 换身变装 戴上口罩 戴个帽子 不就没人认识了吗 然后一会你一主讲 你做主驾驶 我做副驾驶 如果他们问到关于二车特别专业的问题 我再帮你搭枪不就完了 那咱俩就打配合 对 就给卖出去 顺便我也特别好奇 这车到底花香贩子收能给多少钱 你先说你能给多少钱 咱起码有一心理底价 就正经嘛 反正我是觉得这车 13一大关 不信 咱们是花香看 走走走 走吧 出发 那么你们觉得这台奇瑞的高端品牌 燃油时代最后一台细能SQV新途01S 在花香能卖出多少钱呢 能超过堂主预估的13万吗 发个弹幕预测一波 接下来就让他们拉爆花香吧 索尼的音响 对 但是这个音质很一般 怎么说话呢 到了花香就还可以 这车多好是不是 车的高德 对不对 咱现在没到花香 等到了花香 咱俩就统一口径 绝对不能说这车半点不好 这就到花香了 此盖价值6000 你好 撒点板 撒嘞撒嘞 人性化 就去那家吧 那家 智慧购车 是吧 对 把车开那儿去 看我有没有智慧 你好 我想看看你车能卖多少钱 这个车能卖多少钱 嗯 新车新车 我懂 你去中盛 让中盛看看 中 抱歉 那边是吧 嗯 它是一个 赛道级SUV 这新车新车 开4000公里 5000公里 然后倒一点 好倒倒 他倒住一下 去中盛 我带你去 好嘞好嘞 好嘞 我知道中盛在哪 我们自己去吧 去中盛看看 好嘞 谢谢啊 中盛看完不行再回我 那你先给我看看呗 我懂得吧 现在就没人卖过这玩 啊 我懂啊我跟你说呀 这刚来就吃了个闭门羹 不懂 没关系 卖就是卖不懂的 你懂我咋卖 是不是你帮我看看我这车啊 哎呀 卖车 你乐为什么要这么尴尬 不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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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发生了什么 对对 哈哈哈哈哈 我们要卖车 哈哈哈哈 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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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这个这个卖太明显了 哥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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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那啥不懂不懂 我看眼睛 真想卖真想问 真想问 你刚卖没多久吗 那么我 他他他签我八万年不卖了 咋还钱 是不是 对不对 我帮他吗 你都看见了 肯定是认识你 李伟宗你这名气也挺大呀 肯定不是认识我的 是认识你 别闹了 我这口罩戴这么严实 能认识我的 下车吗 下下下下下下下 完了 这现在一来花香 终胜只要知道了 全花香的人都知道 你看 都怪你 肯定都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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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 挺好 慢说我找你 我都远遇到李伟宗的铁粉 那天 那天堂主来我一会 也还猛住了 对咱俩还加了微信 你还能赖谁 不是人家不是认识你吗 又不是认识我 找那个 找你们的评估师 给这车打个价吧 行 行 只要干大价咱就买它 是不是这一家店打完 其实整个这个发生就一个价 对 就因为人家店座大 对 你看为啥我们去那家店 人家说错你去中盛吗 就是大哥不点头我们不敢说 对啊 我这不是想着给鲁超多卖点吗 想着为华系品牌 为中国品牌争脸 是是是 对不对 凭什么就卖便宜 是这个格调一下是上来 对不对 你这格局打开 对吧 凭什么 人家格子就保值 我中国品牌不好值 是是 没毛病 你就上去问你爱外国 不敢不爱 不敢不爱 对不对 你这不爱 这车多好 你看这车都是跟什么 阿斯多马丁啊 老子莱斯啊 Ferrari Ferrari Brambegini Messarity Ferrari Ferrari 对不对 都跟这些车是齐名的 开车开车 开车开车 哪都没动过 原版原期 灯都是原厂的 你就看这个罩 它显出为精致 这一般的车哪有这种设计 这叶子板 基盖的都没动过 不到5000公里 原版原期的 精品中年一手车 关键是 盘都没上 你说这车 咱俩猜一猜 你说这车 中山能给多少钱 不吹 不吹 我觉得估计给个个十二十三 我也觉得 我觉得应该就十三一大关 过不了十三 他万一要真给个十四十五 看他怎么卖啊 这还不卖 你想啥呢 现在这时候大哥 十八万六落地的车 虽然就开了5000公里 但是首先 齐瑞本来就不保值 再加上现在 怎么说话呢 咱 切合实际点 现在行情也不太好 主要说行情不好 对 该卖卖 赶紧卖 这 这钟声要昏了头了 给十五 他立马卖了 但是咱还没跟他说呢 对吧 他要真给 我们真给十五 我就跟他说 再加点 你就跟他说 对 咱就对吧 你应外合一 我就这样说 你爱不爱我 不是不是 你认真点 你先听我说 他如果开始 咱就跟他稍微简单的拉扯一下 我现场我就想华柜卖给他了 还 不能华柜 大哥你有点经验 就是你得稍微矜持一下 你不能对吧 你开多少钱立马给 开手我怕刀绷不住 你到这儿拉我一下 我怕我乐出身上来的 所以你得把持住啊 大哥 把持住 我懂 这不祖传芭蕉条的技能吗 四五年前我在第一张拍视频的时候 就拍这些东西 贼火 你要不要先给教主打个电话 先这样再给他打电话 我现在卖多少钱再给他打电话 这鲁超不会昏了头了 低于十八不卖吧 那他立马给钱 帮我八万还我 对吧 我就不拆我这事了 行 他有针低于十八不卖的 那他估计这车就只能打手里 他砸不砸手里我不担心 我主要担心的是我那个 八万 八万 别砸他手里 你这么想 他那八万一直没还你 你就一直是他债主 你就一直可以跟他说话 一直起始 我没有没有 多好 我不好这个我更喜欢八万 你可以一直对我骂 然后你就这样 给钱就这样 我真的觉得这帮人就是 就是 那帮水群就是都是神经病 嗯 天天注意的车别人说 你爱白国爱国爱国 你游户你啥 不是说是啥 对吧 他说给你十五 你把你指的兵吗 你爱白国 就得卖十八 你看这不打不打 你打死你 是这样的 然后您带朋友过来 然后有了解过这个车吗 现在要卖的话 你啥意思就是我非常了解这个车 非常了解 我们已经非常了解这个车了 对于二手车价格有了解 那我不太了解 我只是了解这个车 我只是了解这个车 对对对 是这样 因为这一车呢 就是现在市场就是说二手车的保有量 特别特别少 对对对 可能然后这车还连投一批 对 所以呢然后咱们也没有基本的参考价值了 大概啊 13到14这样一个期间 具体的话等咱们出售的时候 然后也实际的成交价格为主 这个只是大概的参考价 但这个是5000公里 然后 对 非常能理解你 对 然后那个是18万6买的 这车官方都大概16万99 对吧 对 然后完税啊保险 我全都帮了落地18万6 对对对 然后我开了5000公里 赔了5万 5万6 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们今天收的话能给多少钱 就这样就是这车参考价格很少 然后我还需要找经理 然后来那个申请一下 参考很少 在平台没有挂的车 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 我明白 相当于全中国都没有挂的一辆车 对 这不才显出咱们店的实力 对吧 咱们要是给它卖个15 16 那不是 对吧 这个就很厉害是吧 我们就不开玩笑 我们就正经的聊这个车 对对对 明白 但我估计赔个5万块钱是跑不了了 你去问问卤超呗 我问卤超 看看他今天是怎么着 慢不慢 对啊 啊 啊 我们跟堂主在一块呢 我们俩在花香呢 好消息和换消息 你要先听哪个 可以换消息吧 换消息就是 你赔5万 跟我预估的差不多 好消息是赔5万人家能收 你知道吗 你确定不是15万吗 哈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了 就赔5万 赔5万 13 你拿5万他拿8万 不挺好的吗 对 快给我把车开回来 哈哈哈哈 兄弟你这不行对吧 不是这价真可以了 我跟你说 现在这行情真的很淡 你没有给他展示一下这个车的加速 我展示 我当场我跟他说 我就差点指鼻子说你爱不爱国 对不对 你怎么能给这样价 你就不爱国 但是容易被打 陶峰飞老师的那个视频给他看 然后看到那个 说了 人家当时说说你这个车是不是电动车 我立马我差点就翻脸了 我说我这是燃油车时代最后的性能SUV 对啊 我们啥都说了 就没有用真的 就差把迷路成绩去展示给他看了 我就差带着他测迷路了 真的 你就说卖不卖吧 赶紧的吧 我媳妇都着急了 我说赶紧把车开回来 快 为啥 这都不卖吗 这都不卖 我要找一个奇瑞铁粉卖给他 那你哭就得卖到新疆去了 兄弟 我得在我的评论区里面找 一个天天骂我的奇瑞铁粉卖给他 那你得去叶大师的评论区里面找 或者是 卖给钢子 还没有收购 卖给钢子 行吧 那我给你开回去 行吧 来来 ok 这台车铃一个月只跑了5000公里的奇瑞铁远S 新车落地18万6左右 最终车商给的价格区间是13到14万之间 但按照我对二尔车收购的浅薄了解 对于这种全新的品牌 没啥交易案例可供参考的情况下 绝大多数车商会更倾向于帮客户寄售 而不是直接收购 哪怕是真要收购 最终到付钱的时候 价格也肯定会再往下压 很可能13万都到不了 因为这种全新的品牌售卖的周期会很长 加上当下的市场行情也并不景气 很有可能会库存很久的卖不出去 二尔车市场是残酷的 也是现实的 卖新车的时候你可以吹的天花乱坠 什么赛道及SQV 迷路成绩世界第一 不用收拾学历就能百公里加速6秒0 哪怕有人揭穿也不怕 但到了卖二尔车的时候 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就不好使了 能不能让车商或者真正的买家用真金白银来给你买单 这才是最真实的市场反馈 反正至少在卖车这件事情上 我跟所有的奇瑞粉丝包括厂家 都是站在同一条阵线的 我也很希望这车能尽量卖高一点 但很显然 以奇瑞目前的品牌影响力 00S还做不到这一点 其实吧 承认自己恶意营销的危害 努力改进产品的不足 对品牌的长远发展来说 一定是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怕就怕死鸭子嘴硬 一条道走到黑 那样的话 耶稣都救不了你 我说的 那么OK 本期节目就到这结束了 希望哪怕是奇瑞粉丝 都能多多一键三连 哪怕点个赞呢 我是唐主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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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